为了迎接本次赛事 英波北轮赛区对比赛场馆 进行了升级改造 不仅外墙重新设计 增加中国女排主场资样 更有归属感 而且场地内也不知一心 充满大赛氛围 昨晚7点 中国女排全体队员 准时来到赛场 进行适应场地训练 这样的时间安排 也是为了与正式比赛时间接轨 本次奥运资格赛 中国女排将从今晚开始 在9天的时间里 先后对阵乌克兰 墨西哥 捷克 加拿大 荷兰 多米尼加 和塞尔维亚骑制球队 中国女排 江力争在本组所有参赛队中 获得前两名 从而第一时间 拿到巴黎奥运参赛权 在赛前的扣球训练中 队员们配合流畅 每个球都扣得力道十足 全队对比赛充满渴望 我觉得也是因为赛前了 所以大家在调动 这积极性上面 也非常的充足 然后在配合上面 我觉得 也是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训练 我觉得也是到达了一个 也是蓄势待发吧 现在 通过去年世锦赛 今明世界女排联赛 等一系列重要赛事的磨练与积累 全新组建的中国女排 目前主力阵容稳定 快速多变的打法日益成熟 全队上下充满凝聚力 新召回的年轻选手吴梦杰 有望进一步 丰富主攻位置上的战术选择 面对奥运资格赛首个对手乌克兰女排 由于近些年没有直接交锋的记录 因此中国女排通过乌克兰队参加国际比赛的路下 进行针对性的准备 因为可能跟他们打的次数比较少 那么上去以后 我们还是要尽快适应他们的整个进攻的节奏 这个我觉得还是大家都非常认真 因为对这次比赛也非常重视 所以明天开赛 我也希望队员能够有一个饱满的一个激情 一个冲劲去迎接明天的比赛 赛前中国女排是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 适应场地训练 那么中国队与乌克兰队的这场比赛 将创造两个第一 首先这将是继2019年 东京奥运会资格赛之后 四年以来中国女排首次在宁波北伦的 主场观众面前亮相 第二个一这将是李盈盈和袁新岳 他们这一波队员 第一次在大赛当中与乌克兰队交手 现在一切已经准备就绪 9月16号晚上7点半 我们为中国女排加油喝彩 总台央视记者北伦报道